Yay 歡迎收看Yahoo 花棒棒 我是蔡哥 我是Josh Yay 今天是我們的第一百集 所以我們要介紹SUN ONE SPECIAL 我們有新的主持人了 歡迎台南Josh Yay 有看到了 快點 Josh今年開始這次加入我們的團隊 那Josh主要要負責什麼部分 我主要就是負責 想看看這個節目 看不看得到下個一百集啊 幫我們延續這個節目 或是幫我們終止這個節目 對 今天是我們第一百集 同時這一集也在過年的時候 不過是我們今天做一些過年的裝扮 對 蔡宜鴻今天忘記穿紅色的衣服 沒有他們晴天晚上才說要穿紅色衣服 我上禮拜就講了 昨天晚上又再提醒一次 是不是那個留言太快速被刷掉了 我沒看到 所以我們現場找了一件紅色的救生衣 紅色的救生衣 我要拯救大家的苦悶 大家如果苦悶了我把他救起來 好啦 他還覺得這工作不是很好做嗎 好 我們今天為了要歡迎Josh 要慶祝新年 我們特別要玩一個遊戲 就是我們待會會 就是在裡面抽一些主題 然後我們頭上會貼 自己不能講到的題目 對 要熱絡的聊天喔 不要等一下都一直安靜喔 尬聊一波 對 要熱絡的聊天 好 然後就是 我們彼此要引導彼此講上面的那個話 對 因為是有懲罰的 讓Josh感受一下 雅虎好棒棒的暴力 雅虎好棒棒第100集 一起來玩遊戲啦 這次大家可要小心 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小花臉喔 第一題 Josh抽到胃泉龍 到底誰最會陷害別人 馬上看下去 好 那我們首先來測試一下 那個Josh的主持功力 這個就讓Josh來拉主Key好了 沒關係 我就是要留空白 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就直接擺爛 大家過年看這種特別節目 然後完全都不講話 然後還推薦給自己身邊的朋友看 然後大家尷尬在那邊 就就嗯 欸 不過這樣子啦 好啦 我直接 我來問問題好了 就是 溫泉龍呢 在今年球季就會加入到宗旨 就大家已經期待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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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期待的是什麼 我最期待的喔 應該就是有一個新的氣象 新的氣象 對 就這樣子 我最期待這樣子 這麼保守 沒有啦 就是我很期待王維忠了 因為他 畢竟他在美國還有韓國都有一些時機在 所以會很期待他能不能屠殺宗旨 喔 你之前也有訪問過他 對對對 想知道他 就是在台灣的土地上投球 那個感覺是怎麼樣 OK 那你覺得他們打線呢 為什麼打線呢 我剛才已經回答過了 想說專訪嗎 專訪我幹嘛 我覺得他打線很完整 很小心喔 很完整 就是年輕的人都感覺戰力很齊 很平均的感覺 那你有比較看哪幾個球員嗎 是你覺得 所以我是球員系列的就對了 蠻有機會的喔 那 沒有 我已經回答很多題了啦 那Josh你怎麼看這次球隊 我覺得蠻不錯 夠保守 蠻不錯 那你知道他們主場在哪邊嗎 主場欸 我不太知道欸 你不知道他們主場在哪 台南 是不是台南 日本吧 哈哈哈 現在擺爛就是擺來就是了 你問什麼都在那邊讓我回答 你忘記他的組長 忘記了不太記得 好煩喔 喔喔喔喔 但你應該很實在天母球場吧 天母球場喔 因為天母球場整個有重新在弄 喔他們主場是天母 天母 他們有任職場在那邊啦 對因為我平常都待在南部 所以比較不會上去 喔喔喔喔 南部 講話 南部 就好難聊喔 南部的主場就是統一師嘛對不對 對 好統一師 統一師 OK 怎麼樣 現在要換 沒有沒有那有人 有人會期待說他們 有機會用一個星球隊姿態 然後拿下上半季冠軍嗎 對喔可以聊一下戰績喔 有機會嗎你覺得 你看還蠻有希望的 畢竟他們星球隊這樣子 然後他們又多一個 多一個洋將嘛 以前有星球隊拿過冠軍的嘛 所以這一集的重點是 Josh看豪 衛泉樓拿下上半季冠軍 有機會拚一下吧 因為他們 本來就已經有多洋頭了 然後又有王維忠 可是我覺得星球隊比較難吧 星球隊 星球隊嗎 那你覺得主場開幕戰誰會投 王維忠啊 假如我的話 我要票房又要有時機 那我一定是丟 那王維忠啊 可是他們洋頭很強勒 所以你不要用他們的 那幾個洋頭 洋頭我剛剛看你們的分析 你一定不知道有那幾個洋頭 對 還是說他們狀況是怎樣 我剛剛看到一半了 對啊 你都沒有講話 怎麼樣 我剛剛講很多話 我剛剛問你說 然後你有 YES 那大家要猜自己上面是什麼嗎 我覺得我沒有頭緒 因為你們剛才引導 我都沒有覺得 在搞我的感覺 好 我覺得我的應該是星球隊三個字 還是冠軍 你看我的反應就知道了 對不對 那你的是什麼 猜不到啦 所以我剛剛猜不到 猜不到 我剛剛你那個我做酒弄太急 太急躁 對啊 你太急躁了 我跟你講你待會知道你的 知道你的答案 你就知道誰最會挖洞 我 你的是星球隊沒錯 蛤 你是什麼 而且你攻他 也攻得太那個 喔 可是他有一直講啊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有一直講 天魔 不是 主場 主場 好 啊我那是什麼 我那該不會是打擊之類的 拿下來 不是 王偉 厲害吧 厲害吧 我直接問到 你最期待的是什麼 我就想說 哇我直接講出來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泰哥 哇好爛喔 我最了解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玩 想說 那怎麼引導 你自己都講完了 好 丟一下 欸我都流汗了 那我還是 還幫他上個妝好了 好啊 那他就流汗了 欸你那個筆斷掉了 你那一筆已經斷掉了啦 不是一支筆換都完欸 那你可以換顏色 抽不出來算了算了算 好好紅色紅色 我也是一筆 啊啊斷掉了 我剛剛可能已經抖動了一下 下面一題是不是 好來 就要你抽一個 又我抽 對 同正銘 OK 真的是恰哥 恰哥來了 確定是恰哥 真的來了 搶一板就槍下 好啦我隨便問啦 好 你們對恰恰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印象 怎麼樣我講到恰恰 我都是恰恰是不是 不是啦 兩個表情都好怪 出起來太爽了 不是你們在想說 我們對他印象深刻到底 我想說要講敵孔嘛 可是應該不會出敵孔 這麼人生攻擊了吧 這麼惡劣啊 這麼惡劣 應該不會吧 不會不會 你應該不會出事吧 現在主持人好沒控制喔 不會不會 好 我應該是印象就是那個時候 他跑上二壘壘的時候 他是一搏一搏跑上去的時候 他打SZ那個時候 那時候很振奮的 打一支什麼 那個應該算是 中華隊 是不是 二壘安打 對那時候算二壘安打 應該是屬於這個 一個比賽 他打的是那個 那個一搏一搏上去 我覺得那時候是蠻感動的 對啊 我現在有想到 他之前不是有一次在 其實國際賽的時候是 用身體直接擋下了一顆球 直接擋住喔 對啊 直接擋住 現在那球超猛 印象很深刻 恰恰這個 這個兇狠 我對他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總冠軍賽 因為中興兄弟也是 拿了好幾年的亞軍 然後有一年 他就是在對手要拋彩蛋的時候 叫小朋友們都去前面看 就感受一下 你們看這個就是總冠軍的感覺 輸球就是 贏球輸球都是這種感覺 結果又繼續又再看兩年 看了很多年啊 真的是看了很多年 我好怕喔 我好怕喔 Jorge你又一直追蹤他們的 中職的比賽嗎 你有追蹤中職的比賽嗎 會啊 會看他們的比賽 那你平常都是 就是每一隊都會看嗎 還是你只看台南的統一 會看統一的為主啊 喔 總不可能輸統一吧 然後基球賽的時候 就是全部都一起看 然後分析一下 欸之前就有做分析嗎 沒有吧 是這一兩年對不對 對 主要這一兩年開始做 喔 所以你是一定是某一隊吧 沒有啦 對啊 我就想看統一跟其他那幾隊的比賽 好好好 呵呵呵呵 猜到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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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 好這個已經沒救了啦 攻那邊攻那邊 沉默 換你啊 你換我剛剛問了一題 換你 我剛剛已經問了一下 最深刻的事情了 好換你 恰恰之前有拿過什麼樣的獎項 你還記得嗎 哪些獎項 最佳一隊手 最佳一隊手 嗯 阿換你了 你有沒有記得 那麼少一個 他有拿過全壘打王嗎 嗯 他好像沒那麼多耶 全壘打王 好像沒有 他好像沒有拿過 全壘打王 他都是打極王嘛 對 全壘打王好像比較沒有 那我覺得他就是算 都是以安打為主 就是適時見攻 但他打出全壘打 讓人家就是那個 感覺也滿振奮的 因為我覺得他是 基督賽比較猛對不對 他基督賽 也是穩定輸出 基督賽基本上好像沒有 看過他落賽了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他在季後賽裡面 給大家那個安定的感覺 喔 對 就是那種精神領袖的那種風格 有嗎有嗎 Josh有發現到嗎 有啊 所以你看他退休之後 兄弟在季後賽就 就比較吃力一點 那你覺得他們去年輸在哪裡 去年輸在哪裡喔 我這樣講起來很愛得罪人 沒有帶吳東榮之類的嗎 我覺得滿多問題的 一些小細節就對了 對啊 匯集才就是變成一個小小的問題 變成一個大問題 那你們有跟恰恰見過本人嗎 我...我有嗎 我好 你有嗎 有嗎 我沒有 我沒有訪問過他 我有遇過他一次 在那個... 我沒有 紀錄賽的時候嗎 沒有 在那個頒獎節點的時候 喔喔喔喔喔喔 等一下是恰恰不認識我 很難過 他真的不認識你 他不認識我 想到恰恰你會想到什麼 一個直覺 你是想要叫我講火星恰 三個字 沒有我就 想說你就想到恰恰 你會想到什麼這樣子啊 想到恰恰我就想到... 想到那個啊 一個詞就好 那個... 黃色的戰袍 黃色的戰袍 那你也想到恰恰你會想到什麼 小蕾打 喔好 好 時間到了 好難喔 記憶是什麼 我是恰恰吧 是嗎 那你呢 我不知道我是什麼 我剛剛玩得很沒有頭緒 我是兄弟吧 不是 中心 不是 中心又不是 那誰捐多次 你 是我 我是恰恰嗎 對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想說你們不會這麼低級 結果真的這麼低級 記後賽啊 有 你記後賽有講到一兩次 前蕾打 好啦 畫啊 畫啊 都畫啊 Yeah 所以是子儀最多 我們兩個顏色是滿熟的 對... 也不是第一次畫我的臉啊 那我給你一個淺色的 黃色的不要看不出來 好... 他有上妝耶 一筆喔 一筆喔 好了 不要學我那一招耶 至少顧了兩秒 好了啦 太長了吧 我希望你的未來是無限大的發展 好好畫喔 其實很不清楚 不熟嘛 對啊 不要忘記是誰給你工作的喔 也是喔 反正我覺得這個節目 應該也不會再撐多久 哈哈哈哈 哇 這個這個蠻惡劣的耶 這個沒有可愛感可言耶 好討厭喔 今天就是我最後一集的錄影 謝謝各位 要主持一集這樣 我們新的主持人主持一集 唉唷 好 再來 最後一題 選秀 選秀 秀 我已經猜到裡面有什麼了 選秀 應該要把狀元 你已經猜到了 一定有狀元嘛 所以在我頭上了 因為你們兩個不是 所以就在我頭上了 OK 所以應該是在我頭上嗎 狀元 撞在我頭上 在我頭上 好 想請問一下 玉倫 是 假設說呢 要講本一下 假設說今天一個 你是個新酒隊的老闆 你覺得選到誰 你會不會覺得不錯 選到誰會覺得不錯 便宜的吧 可能就 便宜的 你已經有了這麼好的順位了 你要選便宜的 可是我 今年有這麼多從國外回來的 那種就不用簽約金 那比較省嘛 喔 國外回來的比較省 對對對 所以你會選擇誰呢 我會選擇誰喔 不會中啦 那麼多人不會中 那麼多人不會中 不會中 可是現在也還不確定 到底有哪些人真的要出來選啊 那你猜嘛 你猜測啊 所以你猜一猜他就不會回來了 好啊 那我猜江少慶搞不好就算跑回來了 江少慶不錯 江少慶的話 應該不會在題目裡面 真的是比較冷一點 江少慶怎麼會冷 就是最近 這樣來說好了 因為這次回來的 這次在選秀的人嘛 很多是投手嘛 但是有一個極力較拱貫 啊極力較拱貫 對啊 可是打著嘛 對 你覺得 哪一隊說到他的機會比較高 或是他可能在第一輪來第二輪會被選走 欸 來 什麼 啊 你都沒在聽嘛 我沒在講話就不是 我在想我在被畫成什麼樣子 那我覺得 哪一隊比較需要他 哪一隊比較需要他 我覺得 捕手這一環的話 可能 我覺得是彭醫師 欸我也覺得 因為彭醫師的那個 我覺得雙兒不行是不是 不是 他們的那個 後面的後補選項太少了 或許那個多情的力量都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 比如說去年總冠軍賽的時候 就有人說 如果 另外一隊壞心一點的話 怎樣啦 我看到他在那邊笑了 就是如果另外一隊壞心一點的話 就把他們組織的捕手 弄傷就 彭醫師就沒有得完啦 就是 對啊 所以我覺得彭醫師在捕手這一塊 算是比較薄弱一點 所以如果我是彭醫師 我會選捕手 那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一次的順位是 第一個是誰 到後面我們跟觀眾一下科普一下好了 科普一下 好 我們有哪些菜 第一個 我說第一個球隊是哪個球隊 你這樣就是一定會中一個就是這樣 沒有 這個太硬來了吧 不然我們輪流獎 OK輪流獎 輪流獎就不一定會中了嘛 對啊 那我先不要第一個 好不要第一個 那我先講嘛 對你先第一個 第一個 魏犬龍 第一個不是魏犬龍 真的不是很專業欸 我不能講假的 不是是哪個 你要在調我是不是 我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個 洪一宗那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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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場在新莊的那一隊 洪一宗那一隊 來來來 第二個換你 再來是 桃園嗎 啊 樂天桃園是不是 對 桃園 好 再來是 宗信兄弟啊 宗信兄弟 怎樣 怎樣 都是我講的是不是 洪一 然後魏犬啊 魏犬裡面被代抽海陸 然後送回最後一個 全部講了是不是 沒有 所以跟觀眾講說 有這幾個選項 好啦 那我直接問啦 如果你是富邦漢將 你會選誰 不是 講說我應該會挑 就是江少慶 你會挑什麼 我會挑江少慶 對 如果江少慶 我會說現在 就是已經 現在已經 就是在名單裡面 一定會來選的人 成冠宇啊 對啊 江少慶不太可能 冠宇啊 對 我覺得你說 蠻有道理的 對啊 我覺得你說 也蠻有機會的 你覺得你會選小宇就對了 小宇 對 小宇還不錯 但是 陳偉宇畢竟 就是年紀稍長 可能經驗比較足夠 那你們不會考慮 往年輕一點的人去挑嗎 畢竟現在有很多 是學生就出來 欸 都說那種小鮮肉 有未來性 對 還可以再調教幾年這樣 還可以 所以如果你挑 你會先挑 老的還先挑 先挑這種年輕的 假設我真的會先挑 比較有時機的 還是看得到比較保險 但高中生也是有時機啊 我會挑小宇 我會挑小宇 真的嗎 因為我實際說 他有面貴過高層級的打者 然後他還有壓制過 所以代表說 欸 基本上我不用太擔心 所以 所以高中生有青春 來幫他推啊 有啊 可是 我怕我球隊等不了啊 什麼意思 就是我可能球隊老闆 看我一兩年戰績都不好 他不想要養 他懶得養成 所以你會先挑幾個戰力 那大概是 你會挑幾個 但我問你喔 你如果高中了之後 就有機會去打棒球 我會怎樣 你會來選秀還是繼續升學 我當然選秀啊 你會來選秀 你不繼續升學嗎 蛤 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們倆好難聊喔 難聊對不對 繼續 好 揍死賽 沒有啊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趕快先進入職場可以賺錢啊 可是你也許進來之後 就是發現人才積極 然後你 然後沒有被第一輪選走 你沒有 而且你沒有舞台了 我覺得 然後你也沒有 漂亮的學歷 也沒有遺跡職場 那你在回歸社會 可能會比較痛苦一點 我們現在再來聊就業 要聊這麼深的話題 現在是方法來聊聊 我們的人生觀 可是你那個時候先去就業 其實也差不多啊 不過我想問你們 假設你們選秀 沒有在前三輪都被選走 你會不會失落 失落 我不會 你不會 我覺得 你不管是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或是第幾輪 只要 一進去我就會努力拿好 只要有的選就好了 不管第幾輪 對啊 所以要看你先 本身的評價是什麼 如果本身你就是第一輪的 那你掉到後面 你當然會失落 你會嗎 假如是你 我不會 他不會 不會 你本來是前斷的 然後你掉到後面 你本來是第一輪的料 你本來是第一輪的料 可是 我的夢想是打職棒 而不是當 怎樣 選秀重圓是不是 沒有啦 好 重圓啊 或啊 重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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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沒有 我們可能 我不配人的選秀重圓 我只在乎我進來 有沒有辦法為球隊貢獻 因為之後 就是當狀元是一時 就是那一段時間的報紙 的新聞頭條而已 沒有沒有 可是如果你前三輪的話 那個 錢是比較多的啊 可是 我在職棒裡面打出成績 我的 你看得比較長遠一點 對啊 因為進來是要 他看得比較長遠一點 對啊 我們想要短視清理 我一開始打到錢最重要 對啊 我其實猜不到我的是什麼 可是我該不會是 其中一支球隊吧 你不是其中一支球隊 我不是其中一支球隊 那你是什麼 我是選秀重圓啊 我已經認命了 你沒有啊 如果中我們就會講 你就會被淘汰掉 你就會被我們兩個 咒死在 可是沒有啊 是嗎 你沒有中 我還沒有中 你沒有中 我們三個都沒有中 我已經放很鬆在講了欸 我也放很鬆在講 我前淵經也講了 重圓也講了 選秀也講了 對啊你看 陳冠宇也講了 富邦漢這樣都講了 所以我們沒有在騙你啊 我們在認真跟你了解 你們都還沒中 對啊 我都還沒有中 還沒有啦 就一個中你就結束啦 對啊 你的我們講超多次啊 就你不講 沒有你們都還沒有講到 我們都還沒講到是不是 可是那個 很難欸 我這個是不是陳冠宇 不是 我這個不是陳冠宇 不是 那我是富邦漢將嗎 也不是富邦漢將 不是 也不是選秀撞圓 還是撞圓 還是我這個是第一輪 現在都在玩賽事是什麼 我是第一輪嗎 不是第一輪 我們是不是贏了 第一輪喔 第一輪喔 不要再放三球出來 厲害 好爛喔 真的是嗎 我是前衣機嗎 你不是前衣機嗎 我為什麼 前面有防盜 所以我是富邦漢將 因為他剛剛想帶我 高中生 高中生很難啊 我剛剛已經很認真 你正在引導你想高中生 難怪你剛才講的那個 可是今年選秀都不是高中生就很難 我以為你會repeat after me 我也是這樣想 所以我就用這一招對決 你會不會說如果我是高中生的話 我想說蔡哥 我那時候是一名的畫面是這樣 因為我問你說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話 你通常會這樣子 我會寫那個作文題目啊 對 如果 我有個冰箱 對 好啦 還是要畫前面 因為我本來想幫你畫眼鏡架子 但是後來 整組都畫出來 好 好 好 讓你看起來比較工整一點 黑色在哪裡啊 叫你很煩欸 又要找黑色 剛剛沒畫完啊 因為剛剛這樣只有一筆不太夠用 好 要畫起來 好 要勾起來 可以可以這樣戳的那個 你說呢 對 對 好的 那新的一季呢 我們節目也有一些 我知道是不是很難講一些認真的話 有 妳真的有些改變了 對 我們會有一些就是調整 是 對 我們想要把搖火棒棒 變成一個全方位的放手節目 所以就是 大家很喜歡的什麼學生系列啊 然後就是講一些大家以前 進職棒之前的故事 這部分一樣會有 然後專訪系列就是我來負責 對 然後比較體驗類的 就因為蔡哥的反應 我覺得非常機敏 唉唷 機敏 機敏單位 我覺得這樣好像還在玩那個遊戲 對 就是蔡哥的反應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那種體驗類 什麼一日系列 讓你去當什麼常務人員啊 這種的 好 就讓你去玩 體力活給你 體力活來 高強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智者勞心 我們就讓 詳細來就是 妳不得出一張嘴就好 負責來幫我們做一些 專業的東西 這個也是很難度了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今年 就是全範圍在擴展 那如果大家呢 YouTube的啊 或是我們雅庫啊 都把我們看起來 然後看了越來越多之後 我們人可能椅子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 Jush啦 Jush多說幾句話 你怎麼當初會想要接這個節目 我剛剛一下子就有講啦 就是想說做一個社會實驗 看這個節目可以撐多久 因為他 為什麼會長在主持 因為他去年詛咒我們 他去年趕上我們節目 然後 可是我們還沒倒 做我們收視場 所以他想說本身來 直接把我們節目弄倒 對 根本最後一集 對 大家一定要關注這個節目 因為他看一集少一集 所以我們之後呢 有可能會三人合體 或是個別出 大家再幫我們都看起來 對 趕快訂閱起來 幫我們訂閱衝高高 好啦 那就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那我們是不是要每個人講個 吉祥話比較合理一點 要這麼all school是不是 要要all school 這個 確定講我講啊 我覺得 不是很想要 合家觀賞 要要要 那Josh誰 那Josh先來啦 我祝... 祝怎樣 祝Yahoo 幫忙收視 還是長好 第二次囉 看能不能負負得正 怎麼可能還倒不了 好 祝福大家 成為大家的魔力寶貝 蛤 魔...那個牛 魔力寶貝 在錄飛哥節目 是不是 是他們那種才會這樣子 因為要臭吉祥話 大花瓶 那我就祝大家 Happy牛逸了 Yeah 謠老媽媽 我們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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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